多事之年,2021年下半年将会迎来三大变化 普通老百姓不能够太大意 早知道,早做准备 用数据说话,看事实背后的真相 此视频非常精彩 认真看完,支持我的 请长按点赞三秒,给一个超级点赞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2021年,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全球疫情是反反复复 国际环境是错综复杂 而我国国内自然环境也是变化莫测 国家政策更是迎来了接年的调控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 我们真的很希望把这一年快一点过完 不过,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依然要保持着12分的警醒 大意不得 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国又将会迎来以下这三大变化 早知道,早做准备 一起来看看 圈个有用 疫情 第一,疫情看不到拐点 2020年的一场疫情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 那本来随着我国全体人民的努力 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由于国外人的自由观念 又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肆虐 首先是美国爆发 后期又是到了印度失控 那现在又有很多人在担心 非洲由于人口众多和当地的条件限制 也大有可能会成为疫情的下一个接力棒 疫情如此反反复复 导致全球制造业都是在停停产产 给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更是看不到疫情的拐点 那全球的大门都没有办法完全打开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仅在今年的下半年 一样会很难熬 甚至我们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都会很难熬 第二,房地产迎来拐点 在房地产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金九银食 那按照道理说 这几个月特别是到了年底 是房地产销售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 那因为很多人都要赶在这个时间段结婚生子 以及一些炒房客 也想在年底捡一些便宜的二手房 但是现在很多房地产中介是门口罗雀 生意是冷冷清清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疫情还没有迎来拐点的时候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下半年就迎来了拐点 那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 压房企 递资本 共同富裕 势在必行 那我们从房企调控 银行放贷收紧 严查买房资金来源 学区房多项化片 以及给出二手房指导价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来看 房地产市场确实在降温了 所以在今年的下半年 这个销售火爆的时间段 销售难以火爆 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再说我国从2016年开始 人口就出现了急剧下降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2022年开始 学龄儿童人数也会急剧的减少 那这样即使有些地方 还存在着学区房的制度 学区房的需求量也势必会减少 所以不管是从哪一点来看 那么2021年下半年 都将会是房地产销售 以及房价的一个拐点 那未来收入涨幅的速度 会跑赢 房价涨幅的速度 势必会成为必然 第三 下半年消费收紧 有一句话叫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所以在以往 一般的生意到了下半年 特别是在春节期间 都会迎来销售的高峰期和火爆期 但是今年很有可能会有点特殊 那因为很多人熬过了2020年 却很难熬得住2021年 那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存不到钱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截止到2020年年底 我国住房部门债务余额超过55万亿元 人均负债超过4万元 中国居民负债率再创新高 那当下很多人都是在负债生活着 那以往的经济带动 很大一部分 也都是来自于大家的透支消费 但是当下人们负债率过高 透支不动了 那此时人们的消费动力也就不足了 再加上疫情的反反复复 大家看不到经济的拐点 那此时人们的防患意识也会加重 所以在今年下半年 消费不及预期也是正常现象 那一是因为人们是真没有钱 二是因为人们真不敢花钱 所以今年下半年 乃至未来几年 经济都不会太乐观 但是我们要是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 随着我国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 穷人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我们在国际当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们还是要抱有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当下的困难 阳光总在风雨后马 多世之年 2021年下半年 将会迎来以上这三大变化 普通老百姓不能够太大意 早知道早做准备 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